中国医药大学新竹附设医院成立智慧诊断剂阅内视镜手术治疗中心 6月30号由院长陈志亮颁发感谢奖牌给维系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和毅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感谢他们捐赠两台悬臂为病患创造更优质的就医环境 我想今天非常的高兴我们中国医 竹北的附属医院今天结合了AI跟大数据的分析的内视镜的治疗中心 今天成立了 这个成立也特别要感谢杨文伟董事长跟王副总 两家公司他们善尽社会的责任 捐赠了玄壁式的一些设施 让我们的内视镜的检查治疗的系统 更加完善 那我现在觉得说我们的捐赠是觉得很有意义的 未来的确是可以帮忙 不只是医院本身 还有我们在受服务的这些地区的这些病人 还有民众 我觉得从这一点的话呢 我真的希望说在节赛里 我们有机会以后 还继续跟中医大合作 我希望能够这样子能够增加 让我们新竹的这些 应该讲说我们这些其他的这些民众能够得到受益 那这次有机会 这个透过这个医药大学的邀请 来协助医院提升医疗资源 还有服务品质 让更多的病人能够得到照顾 而且这个是企业应进的道德 那现在很多的企业呢 也都在履行 所谓ESG的经营理念 那我们知道ESG呢 已经是企业这个永续经营的一个显学 所以如何让这个社会能够到处都有希望 就是我们的使命感 那微信电子也会继续的坚持下去 新成立的内视镜手术治疗中心 利用大数据及AI技术 应用在内视镜全方位检查治疗及诊断当中 新配备的两台悬臂系统 还能根据病患不同部位的手术需求 进行位置调整 提供多种内视镜手术 那这个就是大量进去以后 如果怀疑他是有息肉 当然医生看得到是息肉 但是他AI可以更确定说 那这就是息肉 或是这个就是走 而且有比较小的 躲在边边角角的 那AI他透过他的学习以后 边边角角比如说只有出现一点 他就可能跟你叫做 这个地方是有东西的 对所以你就可以 医生可以再转个姿势 或是把这个镜头再转一下 可以看得更清楚 那这样就避免这个 因为长镜他最大的并发症就是 看不到没有看到肿瘤 就是我们所谓的miss 那这个还是有 所以透过AI可以减少这个miss的几率 在空间上 新中心规划更为宽敞 进一步保护了病患的隐私权 检查室也从原本的四间增加为六间 能减少排队等待检查的时间 无痛麻醉后恢复式的空间也扩大两倍 让病患在接受无痛麻醉检查或手术后 有更舒适的环境 记者简舒淇新竹采访报道